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爱丽宝善一节财经新闻 港股险首两晚点关口 失手十天线 市场对加息缩表的忧虑重言 资金流入美元避险 恒指跟随外围列口低开超过500点后 跌幅逐步扩大 失手2万点税平 其后2万点失而復得 收市部2万01点 跌791点 大市成交1,178亿 全星期累计跌1,087点 港股来说要有很大的助力 其实是比较难的 所以整个小时期来计算 似乎还是向下找一些低路为主 大概1万9,600这边附近 科技股捱沽 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合共拖低 行指超过200点 据报内地要求政府机构 等改用国产电脑和设备 联想疫史升2%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人民币跌至年半低位 拖低内房和物管股 碧桂圆和碧伏齐挫9% 英伦银行宣布再加息 但英镑偏远 汇控跌穿50元 忧虑美国加息影响楼市 创科实业失手红底股 北京疫情扩大 中央坚持动态清零 润碧跌一成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 白威亚太亦显著回吐 杭州亚运会延期举行 里宁和安踏股价售压 蔚来汽车计划在新加坡第二上市 急赤一成一 日前同被美国列入有 除排风险临时名单的理想同小鹏汽车 分别跌半成至9%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三厘 高估值生物科技股再挨沽 信达生物中资和同业的合作协议 股价跌穿20元 四环依约连跌三日 三页草生物急错两成六 无线电视记者 周硕亭报导 政府首次发行的绿色零售债券自指认究 有券商说近期释放波动 更多省户倾向投资有息率保证的产品 政府首次发行的绿色零售债券 每手入场费1万元年期三年 保底息率2.5厘 有券商说认购人数较上次通胀挂勾债券 相信由于近期释放波动 令到更多市民倾向有息率保证的投资产品 他指出有超过6万5千名客户认救 总额近38亿元 平均每人认救不到7手 最高认救额80手 有学者就预计6债首日沽出 每手可以赚2、300元 但认为银行息率低 如果资金充裕可以长期持有 平时不是怎么卖股票或卖股票低 我建议这几万元 假设抽到两手三手 这两三万元 不如放在这儿收息好了 有这个2.5厘 不如放在银行 就算我们看到现在是加成 港式和美成是同步的 第一 第二应该不会去到2.5厘 机会应该比较小 如果你这样比较的话 不如放在银行 收这个2.5厘 直到三年后 陆债目标发行金额150亿元 当局可以因应市况 将发行额提高到最多200亿元 将会在今个月18号发行 19号在联交所上市 并且可以在市场进行买卖 无线电视记者刘瓦文报道 英镑每价曾经急错超过2% 对港元跌至近两年的低位 英伦银行移息之后 一如预期加息四分一来 指标利率调高至一来 是超过13年最高 而且连续第四次移息之后加息 是25年来最快的收紧政策周期 虽然计划8月公布主动减持 量化宽松期间买入的债券 收回市场资金的策略 但未决定是否执行 行长贝利承认制定货币政策 较以往艰难 目前英国通胀已经升至30年高位 英伦银行预计第四季会再攀升至10%或以上 虽然大部分决策官员同意短期可能适合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但也有部分官员忧虑急进加息会影响经济 英伦银行也预测经济在第四季会收缩近1% 明年预测更由增长调低为倒退 预计损失最多60万份职位 市场普遍预期 英伦银行的货币政策不排除会转带 英镑匯价曾急错超过2% 对港元创22个月低位 由分析认为 如果本港市民因为移民或升学而有兑换英镑的需要 短期可以逐步吸納 因为一边收利息一边跌了会价 憂慮环球经济合入衰退 资金流入美元避险 美汇指数逼近104的水平 主要货币对美元持续疲弱 无线电视记者出视频报导 本港二手楼价年升两周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82.74 按升期比较升近1% 四区楼价全部上升 二港岛的升幅最大升超过2% 新界东升超过1% 偏制指数的机构预期 楼价持续向上 预期美国加息的因素可能会令到楼市反复 但相信影响不大 楼价短期有机会重返新春前的水平 钟石油说 与俄罗斯的业务正按照合约进行 目前没有打算以折扣买入俄罗斯的石油 据捕印度法院解除冻热小米的资产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 印度法院解除冻热小米的资产 国法院暂停联邦执法机构 扣押小米的7亿2千5百万美元资产 认为有关行动涉嫌违反外汇法 但小米需要向印度当局通报特许权使用费等资金转移 小米早前被指非法向三个外国实体汇款 遭印度执法机构冻结资产 小米否认指控 据报电动车生产商Tesla 计划在上海工厂恢复良班制增加产量 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Tesla上海工厂最快将于今个月中恢复良班制 而增加产量 报道说Tesla正收集员工的住址资料 并且确认给更多员工返回工厂开工的可行性 因为上海疫情封控的措施 Tesla上海工厂在上个月已经关闭三星期 去到月底才复工 据报内地要求提前在6月完成发行 今个年度新增的专项债 有内地媒体印象消息报道 监管部门在五一架旗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发行专项债 进一步提前在6月底 完成发放今个年度新增的专项债 意味5月和6月发行的规模分别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欧洲故事 三大主要市场早段都是向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7点 巴黎Kat指数跌73点 德国Tesk指数跌142点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报道 同为香港开神片 李家超举行见面会 超过1400个小米同国界代表出席 火星车捉容号准备进入休眠模式 首次在火星过冬 回来新闻时间 距离行政象官选举还有两天 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会展举行见面会 超过1400个小米同国界代表出席 又多人为李家超站台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也发言 李家超强调当选之后 会和其他人共建一个充满希望的香港 候选人李家超在会展的见面会 主题为我和我们同开新片 一开始先就唱国歌 超过1400名的选委和国界代表出席 竞选办邀请6名代表在台上分享 包括培桥中学一个中四学生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 警务处前处长邓景成 和李家超相识达到 25年的少数族裔代表 在东奥女子乒乓球团体赛 拿到铜牌的女将杜海琴 和港大深圳医院院长盧崇茂 疫情确实揭露了香港医疗维生里面 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期望在我们医疗维生界里面 要万事以大局为重 以专业为重 以我们的病人的福祉为重 在东英奥运会前 也都去了国家队特训了半年 我更加感受到国家对香港 运动员的后外 我深深明白到 成功不会靠一个人的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也都有上台发言 全香港社会更需要上下同欲 要减少空转内耗 要有大局思想 有集体意志 有奉献精神 有处理好小我和大我关系的意识 我对香港的未来有信心 李家超在台上重申他的施政理念 又透露因为小时候一次被劫的经历 令他决心要保护市民和弱势社群 就一把弹弓刀 大约都有四寸墙 李家超强调当选之后 会和其他人共建充满希望的香港 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让香港可以大步向前 没有后顾之忧 智慧在民间 我的施政理念 并不是单靠我一个人 或者政府单方面去做事 我会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 在5月8日 如果我成功当选 我和香港市民 将会共同做一件事 就是同为香港开心片 多谢大家 多谢各位 多谢 多谢 竞选办法 今场活动有超过1400人出席 基于防疫要求 座位要分开每四人一组 而出席的人 都可以拿到这份李家超的政纲 无线电视记者 郭永恩报道 多个选委表示支持李家超 并希望当选之后 首要处理抗疫和通关问题 也有选委估计李家超会高票当选 大约一小时的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见面会 多个地产商代表出席 包括长江集团主席李泽巨 合伙实业主席胡应商 顺伙自业主席黄志祥 政界方面 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也是座上客 多个选委入场之前表示支持 并希望李家超当选之后 积极解决和内地通关等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现在要走出 那个以而不决 决而不行的年代 我们已经付出很多代价 我看他的政纲 就说明以结果为目标 他也了解到政府 是要自身建设 我认为他的政纲 是可以很務实 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话 一定可以将我们进入一个 是以而决的年代 首要的当然就是防疫那方面 在动态清零的前提之下 我们当然要对和内地的通关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都要对外 外向型经济的香港 能够在一个极之困难的环境之下 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工商各界 金融界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 早前没有提名李家超的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都有延伸 田北辰解释没有提名 是因为要留待政纲出路 年轻人不只是给他住就行了 年轻人最大的抑鬱 就是他不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东西 而找到食物 所以今次李家超先生提出 他说关注年轻人向上流动 还说成络会提供很多不同的工作 这件事我认为香港的重中之重 有商界人士就希望在人民币资产 或者国际化方面做多些工作 因为这件事是会令到香港将来的金融中心 是更加多元化 我相信不需要说特首是什么都懂的 最重要是说特首在他的理念方面 如何结合团队 将来我们金融方面 香港的人才都很多 行会成员汤家驊就预计 尼家超会取得大约九成选票 原因是相信部分身在外地的选委 因为疫情关系未能赶回来投票 无线电视记者林准天不道 跟进疫情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连续三天培回在三百多宗水平 德国宣布下星期一起 由海外抵抗人士 除了接受核酸检测 亦都需要额外接受快速抗原测试 新增324宗新冠病毒个案 本地感染占295宗 学校情报多23中阳性个案 包括15个学生和8个教职员 其中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来自同一个家庭 分别来自两间学校 每一天收到学校情报给我们的个案 我们都会记录和做一些调查 和分析看看有没有聚集性的情况 所以现时的证据看得到 就是我们都暂时未见到 学校里面有一些出现爆发的一些迹象 输入个案有29宗 其中11宗星期四抵抗 在机场检测程阳性 另外18宗在指定酒店检疫期间确诊 另外当局宣布下个星期一凌晨起 由海外抵抗人士 除了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之外 亦都需要接受额外的 由专人采用的快速抗原测试 如果快测程阴性 会获安排前往指定酒店 等候核酸检测结果和强制检疫 以便及早发现感染者 并缩短抵抗人士在机场等候的时间 星期四多6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介乎74至93岁 另外1人在上月21日离世 脸房亦都曾报多4宗个案 为体验出大有新冠病毒 第五波累计9131人死亡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专台有另一节新闻